畢淑敬 李玉璽和宋芸華 日前禍邀一同拍攝 吉爾三十的公益廣告 看到周瘦梁黃 天災或戰亂孩童的影片 讓三個人都很有感觸 已經是二度當代言人的宋芸華 2016年九層和楊宥寧 到瓜地馬拉走一遭 而畢和李玉璽也將在六月初 前往伊索比亞 希望能把愛與歡笑 帶給當地的小朋友 他就盡量帶歡樂給大家 然後說我這麼會搞笑 一定沒問題 那他說他語言上的那個障礙 他會比較緊張 他說我可以用肢體克服 唱歌 唱歌當然會啦 畢竟我和西兄都還可以唱 對 然後當然也可以玩一些遊戲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帶給他們一點溫暖 文化 那些文化也可以 傳遞給大家 各種小朋友們 我覺得看到影片都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去到當地 會有不同的 跟玉璽一樣不同的感想 像我們上次就帶毛筆跟春雨 他們雖然大家都寫著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其實大家玩得很開心 很多其實他們上面就寫 amour 我發現有點不好 但是就是愛的意思 給後輩 所以我要給你們 參考一下 計畫親自去感受當地的狀況 而其實三個人 都是在忙碌的行程中 抽空做工藝 其中必書鏡更是一邊忙著 製作新專輯 是 十二月份會在台北小巨站 即將要舉辦自己的演唱會 那暑假的期間也希望是可以 發行個人的第五張專輯 究竟不只即將在暑假發行新專輯 也要和李玉璽送雲化三個人 在七月一起體驗 飢餓三十 這希望藉著自身的影響力 號召更多人 加入關懷飢餓兒童的行列 完全娛樂總和報導 完全娛樂